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爷爷 什么事让您这么开心呢 可以跟我说吗 哦 被你看出来了 你太厉害咯 爷爷 你都笑出来两次咯 很难看不出来 真的吗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这个不行 啊 难道会是什么天大的秘密吗 天大的秘密 小栗子又猜对喽 是天大的秘密 爷 你快说嘛 这样吊人胃口很难过 这个 啊 我都没办法写功课了啦 不能写功课是很严重的 好吧 你可不能说出去哦 本来啊 是想等你长大以后再跟你说的 现在就可以了 快说啊 哦 好的 故事的开始是 爷爷在家门口救了一个流浪汉 我们家门口有流浪汉啊 他是流浪到此地 这又饿又渴的就倒在我们家门口 好可怜哦 是啊 爷爷看他快昏倒了 给他吃了点东西 喝了点水 还差点要请华大夫来看看 没有请华大夫来看一下吗 这人说是要急着去做什么事 说要不是我救了他 他去不了就完了 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爷爷帮了他 是做了一件好事 是举手之劳 他说很想谢谢我 但是他连吃的都没有 身上唯一值钱的只有一幅画 是传家之宝 家之连城 他要送给你 他是想 可是我不能收啊 嗯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过他一直说我是有缘人 他很需要盘缠 又不肯接受我的救济 所以我就以一百罐买下来了 我不想占他的便宜 可是他一直很坚持 一百罐 感觉是很多钱的样子 他说曾经有个园外 要拿三栋宅底跟他交换呢 三栋宅底 感觉比一百罐多很多的样子 是啊 现在这幅画就在爷爷手上 爷爷 你现在这么有钱 就像镇上的园外一样啊 是啊 感觉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啊 嗯 我们收到大礼物了 对啊 这些都是以后要留给你 跟你妹妹的 爷爷 小栗子 我们发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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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 我们家变成了大富翁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神奇啊 会 当然了 我也这么觉得 得到了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是不可以轻易说出去的 我今天跟你们说 你们不可以说出去哦 好 你放心 不会的啦 那我就放心了 小栗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看过那幅画了没有 它长的是什么样子啊 当然看过了 是一张小小的画 真是让人感到好奇 好想看一看哦 我是不太懂 但是我爷爷应该很懂哦 他说画得很好 摩羯喜欢写字画画 所以很有兴趣 嗯 你一定很想去看看吧 是啊 我也很想看呢 小栗子 可以让我们看看吗 应该可以吧 不过要先问过我爷爷 爷爷 哦 你们来了 你们好 你们好 爷爷爷好 爷爷好 爷爷 我从来没有看过你在这里画画啊 其实爷爷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画的 只是后来渐渐忙着工作就没时间画了 这样是很可惜的 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也是有些艺术天分的哦 如果一直画下去 说不定现在是个有名的画家呢 不过现在也好 能够画几笔我就很开心咯 爷爷 他们想看一看您那幅画 哦 不是说不能说的吗 嗯 我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嘛 嗯 好吧 好东西也该跟大家分享 你们跟爷爷来 我拿给你们欣赏欣赏 耶 嗯 就是这幅画 怎么样 是不是很美啊 很不错的呦 嗯 看到这幅画有一种很温馨和幸福的感觉 原来执三栋房子的画是长这样啊 好幸运哦 居然花一百贯就买到了 摩羯 你那么会画画 看到这幅画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 我觉得 好像 怎么了 想说什么就说呀 没关系 我觉得 我觉得 这幅画看起来好眼熟哦 嗯 可能因为伟大的作品都有灵性 感受力强的人总会觉得特别的眼熟吧 难怪我也觉得很眼熟 我也觉得 我也是 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好像很熟悉 好了 别看了 你们去坐坐 我拿点心去 嗯 摩羯 来吃点心了 来来来 好吃的绿豆饼哦 谢谢 谢谢爷爷 摩羯 你怎么不吃啊 我 我 你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摩羯 你还好吧 摩羯 你怪怪的 这是一个老婆婆卖的绿豆饼 是啊 这是很有名很好吃的 爷爷 请你把装绿豆饼的盒子拿来看看 哦 我去看看 爷爷 怎么了 你们看啊 难怪我觉得很眼熟 原来那幅画是从这里来的 那幅画是从绿豆饼的盒子上撕下来的 是啊 花了一百罐买的 爷爷被骗了 我自以为很精明 没想到居然被骗了 对不起 爷爷 我觉得这件事我必须说出来 没关系 你没错 我更应该谢谢你才是啊 唉 小栗子 爷爷对人心很失望啊 我对那个人那么好 他为什么还要欺骗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骗你 但是爷爷 这 现在想想一百罐真的很多 那时候不觉得 只觉得自己占了别人的便宜 被骗了虽然有点心痛 但是最痛的还是了解到人心的险恶 原来爷爷也想占别人的便宜啊 小栗子讲到重点了 小栗子讲到重点了 爷爷真的是动了贪念啊 爷爷 不要难过 人难免都会有贪念的 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了 免得再有人上当 好 这一次真的要谢谢栗子爷爷 让大家警觉免于受骗 也是功德一见啊 栗子爷爷 人都有脆弱的一面 你也别太自责了 画画可以移情养性 也是很好的嗜好啊 对啊 爷爷 夜路走多了 总是会碰到鬼的啊 这意思是说我的贪念 让我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吗 小栗子 这句话应该用来形容那个骗子 坏事做多了 从有一天会自食恶果才恰当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没关系 这反而提醒了我 活到老 学到老这句话 这正是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 我不该忘了 付出无所求这个概念 而起了贪念啊 是 是 嗯 没关系 不 不 不这么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